好的,这是我们的40x60的函石脚头机 40公分乘以60公分的 这个是一个温控时间调 首先我们来调一下温度和时间 第一排显示的是温度 我们要按这个ICT键来设定温度 按一下ICT键之后呢 就可以进入设定状态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 按向上键头来增加温度 向上键头来减少温度 一般设210分就可以烫升滑烫了 然后再按一次就是完成设定 温度设定OK 第二排的话是时间 这个S代表的是秒数 我们按一下ICT键进入设定状态 这个灯就会亮 这个SATING键就可以亮 进入设定状态 然后我们按向上键头来增加那个时间 还可以按那个向上键头来减少时间 一般设30秒就足够烫升滑烫了 然后再按一次完成设定 这个是一个电源开关和保险丝 这个是发热板 这个是下工作板和胡椒垫 现在呢我们把那个我们的机器呢 铺上那个 首先把这个这是一块板 一根板 我们第一把机器整个摇滑水 摇滑水之后呢 要把这个布料先铺 好 这个是一张生滑纸 这个生滑纸呢 首先这个颜色 这个图案必须要变向这个布料 好 就像这个 下工作板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摇头机摇过来 摇到平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压这个 按这个时间进入倒计时 当完成了这个时间之后呢 这个设备就是中的那个名叫汤哥 然后就请你汤化已经完成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产品拿走了 好 汤化完成 首先我们把这个手柄提起来 小心一提 然后把它可以摇过去 然后摇过去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汤化效果 非常漂亮 满板 我们这个是满板生滑烫 然后每个地方汤化效果都很好 我们这个发热板是一整个摇过去的 到时候 看一下汤化效果 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看一下扇面 扇面 这个压力是可以调的 我们这个工作板呢 这个压力是可以调的 看到没有 这个旋钮呢 顺时针的时候是增加压力 顺时针的时候是减少压力 就是说减松压力 这样子 顺时针的话就是增加压力 当我们把它给调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按这个 可以旋转这个六角螺丝的话 旋转这个按钮来 来那个固定这个压力就完就可以完成了 这个我们这个有四个脚 如果说买回消费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用那个长钉子呢 把那个脚钉起来 这样的话 我们机器会更加稳定这样子 好的好的 谢谢